平安保險真真正正是自己本身的股價絕不平安 大戶的買賣都是大約50% 過往的五日 今日也都是大約50% 即是影響不是太大的 因為如果你差一兩個百分點的差距 這個不可以說 叫做有影響 主要今天成交在下方這裏 這裏顯示不到 下方這裏應該是低於69% 68%這些地方 我們看看它的走勢 2318% 你見得到它一直沿著保利家通道的下族 一路是下進去 這種走勢是十分值得大家朋友留意的 沿著貼近這裏下去是一個無底的深探 你稍後一瞳一瞳跌了下來 跌穿了界 然後就可以抽上去 沿著這裏下去就像沙滑梯 真正很難看的 你說要我再去看看它的股價的話 我就會說很難看 很難看 這是一個月線圖 月線圖怎麼樣呢 明顯是有三頂在這裏 這個三頂的出現 是由2018 2020年的年初 到今年的年初 這些是遠遠地 是比最近它公佈的所謂 又要有方正 又要有幸福 這些東西 是早已經知道在這裏 其實是代表什麼呢 是代表 他們去到某個階段 這裏進步不了 進步不了之後 他們下面可以要下去的 就是這個的支持位 這個支持位多少呢 可能是去到60元的 現在它還是70元 曾幾何時 我們說它是紅底股 但是今年見了一見之後 就很對不起了 由於它是100 去到60 那會不會有機會 還下低一點點呢 我不排除 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我覺得60元 是很可能出現的一件事 日線圖上 一樣是這樣 沿著滑梯下來 彈上去 再滑梯下來 那我只可以說一件事 有課的 都不用提議了 是不是